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 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超过3300万宗的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更是突破了100万大关 而在欧洲地区 许多国家也正在饱受着第二波新冠疫情的肆虐 不过曾经在第一波疫情爆发的时候 面对沉重打击的意大利 虽然还是面对着每天新增的病例 处在2000宗以下的水平 但是相对其他欧洲重灾国 意大利算是没有那么严重了 当地传染病专家在接受法新社的访问时 就列出了意大利疫情受控的原因 当中包括政府实施了严厉的防疫措施 像是规定民众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 不开放体育馆和舞厅等等会出现群聚的场所 尽管疫情还没有平息 但是当地目前已经康复的首位本土感染患者 也称作一号病人 在刚过去的星期六 他就参加了马拉松接力赛跑 展现他康复之后 生活依旧活跃 不受影响 身形健座 笑起来精神异议 他是意大利第一位 本土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 更曾经在交互病房里接受治疗 如今 已经完全痊愈的马埃斯特里 在上个星期六参加了全场180公里的马拉松接力赛跑 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马埃斯特里在住院期间 从丧父之痛到他妻子生下女儿 而当上了新手爸爸 这些种种的经历对他来说 就像应验了人生如戏这句话 针对欧洲国家出现疫情反弹 作为意大利一号病人的马埃斯特里 劝告民众 必须保持人身距离 佩戴口罩和勤洗手 一起为二次病毒传播出奋力 而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染疫经验 呼吁大家团结对抗疫情